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司副司长谢夫·刘科夫中将4号表示 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对对内茨克是马克耶夫卡的袭击中 上升的俄军人数已经上升至89人 由于俄方封锁现场 俄主流媒体停止自主采访这一个新闻事件 并且宣读官方通告 1月3号至4号晚间 公布了相应的俄罗斯国防部的官方展报 但这并不是由俄罗斯联邦国防部 信息和大众传播师司长格纳森科夫中将担任 而是由新任命的俄罗斯国防部新闻司第一副司长 谢夫·刘科夫总将完成 谢夫·刘科夫兼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军政总局的局长 他原担任俄罗斯东部军区副司令 兼南部军区第449集团军的军长 谢夫·刘科夫表示 1月1号莫斯科时间临时1分 乌克兰武装部队的精确制导导弹6枚 攻击了马克伊夫卡定居点附近的俄罗斯临时部署点之一 2枚火箭弹被执行的俄罗斯防空部队拦截 4枚带有高爆碎片弹头的火箭弹 击中了俄罗斯军人所驻扎的建筑物之一 爆炸也造成了建筑物的天花板倒塌 这些死亡的主席 组络 组络 组组 组组 semua死亡 全家死亡 决定是所有需要援助 最近的距离就是在记者右侧的这些方向 当然了到目前为止有关这次袭击 它的原因还是有很多的版本 那么很多的媒体质疑呢 特别是在马基尔夫的被击中的这种非常典型的案例中呢 也是暴露出俄军目前在前线这种动员兵力训练的这种弊端 俄罗斯军方强调目前俄罗斯联邦的军事检查委员会正在努力调查事件的情况 但是相当明显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现场的当时的军人 在敌方武器的射程之内包括和大量使用手机 这与俄军的禁令恰恰相反 这个因素它能够定位和确定军事人员发动导弹袭击的位置的坐标 目前俄罗斯军方正在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 以防止将来发生类似的悲惨的事件 作为调查的结论 有责任的官员将被追究刑事的责任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战报 乌克兰武装部队向马克伊夫卡发射的多管火箭系统的发射器 被俄军当场还击摧毁 此外 俄军队敦尼茨克德鲁日科夫卡火车站地区的乌军集结地进行了导弹的空袭 摧毁了4具海马斯多管的火箭弹发射器 4辆RM70吸血鬼多管火箭炮系统 并摧毁了乌军800多枚的火箭弹 以及8辆汽车 还有200多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外国的雇佣军等 此外 在马斯洛夫卡地区 外籍雇佣军其中一支部队的临时部署点也遭到了空袭 其中有130多名的外国雇佣兵被打死 富皇卫视卢宇光 拉曼 伊万 马克伊夫卡的报道 抖操